周深在联合国总部唱了两首歌曲 一时大吉还有一时 所以外国有听过周深的歌曲 都会到了很多的中间的文化 周深起到了文化 其实男生的阳光其实不在身高 在口感间内 不从众不美俗不苟且 即使有不和谐的声音 依然清醒执着地做自己 因为现在的周深是用了不够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来自于他内心无比强大的力量 以及各个年龄段受众的 用音乐搭建沟通的情绪 让世界感受中的能力 从偏远山天头上连续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周深的时代 周深联合国中文日活动的热度 还在持续发酵 近日China Daily 也就是中国日报 对周深联合国活动 进行了大版面的报道 值得一说的是报道的标题 大标题是 Single shows the world his talent at UN 下面的摘要是 From Hamburg Rose in a mountain village 周深 is at the summit of success 直言一下 就是歌手在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才华 出身于一个小山村的周深 正站在成功的顶峰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 必须说一下 中国日报虽然它是相对老旧的平面媒体 但却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 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 是国内外高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 也是国内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会看最多的媒体 由此可见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它对周深的报道以及报道中的评价 则说明了周深目前的影响力 以及在国家层面被认可的程度 自豪吧 骄傲吧 米子们 能在联合国总部上演行歌首唱 而且一唱就是连唱三首 放眼全世界能有这种特殊待遇 估计也只有周深了吧 再没有伴奏 没有修音 甚至连麦都是随手吵起的普通话筒 可即使这样 周深依旧用自己恐怖的实力 把中国音乐唱给了世界听 这下终于知道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深深 会成为国家的运用歌手了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 周深为祖国献唱的使首正能量神曲 能代表祖国登上联合国大厅的艺术家 果然不同反响 首先就是和平送 周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完成新歌首发 周深清澈嗓音与歌曲内涵产生了强烈共鸣 深深的演唱不仅是对和平的呼唤 也是对全国人民携手共建和谐社会的有力倡议 然后是身边中国好人致敬曲 清澈不加任何修饰的嗓音 将中国好人的纯粹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着是《慎楼》 周深二专写精曲 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演绎 将听者带入一个如梦似幻的音乐世界 情和尝过时从无忧到无忧 唐若甘露邂逅一人有泪在流 不管是否深处那深厚 世界如何虚构 情愿一生荣光涌 有 因为有人喊慎楼 刚好今天是我画第二段段段集的第一首歌 所以九十二点 哇 好神奇 有人在听吗 看外没有人在听 各位 这个时间点太 太神奇了 有人在听 天哪 有五万三千五百七十个人 都是正在听 这条大雨 天哪 这是干嘛 我还没准备退休呢 你们干嘛 大雨是我一一转的歌 中间隔了七年 今天二转的第一首歌上线 现在外面的粉丝在唱大雨 哇 救命啊 还有悬崖之上 柔情缠绵一不舍 周深在用歌声讲述故事 歌声中的感染力和代入感 不经意间就被拉满 我忘记冬夜 漫长的北方 有那心伤人 梦将了的心房 她在你离开的村庄 静静地守在墓碑旁 有我是周深为中国共青团 成立一百周年而演唱的献离曲 慷慨激昂的旋律中 都是新时代年轻人的 那未来如何当场 有我担当 明时你只能讲好那种辉光 我身旁 在远方 有我啊 我的名字 就是这里的地方 王阳是在联合国大厅演唱的 《等着我》 温暖治愈的歌喉 很容易与在场世界各国代表 打破语言的屏障 产生共情 《灯火里的中国》 唱出了祖国人民灯火里的美好生活 展现了人们对国家的美好祝福 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 还有跨年首唱就被国家盯上的浮光 空灵又富有感情的嗓音 为歌曲增添了无数浪漫色彩 既唱出了《人间烟火器》 也唱出了《甲骨历史魂》 在有限的时间里 唱尽了《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 你的《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的《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 《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 《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的《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 《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 每个音符里都是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深深开嗓瞬间就将那种对团圆的期盼感拉满 本华依旧则是致敬了最可爱的人志愿君 山河已无恙 英雄可归矣 愿这盛世如您所愿 《历史洪荒与时间无限的ensenNER》 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